腫瘤的直徑已經接近4厘米 我想你落到的時候… 不好意思, 特替業 我想我不可以做這個手術 我打算和醫法局假約 正式離開明城北 我不是明城北的醫生 我沒權在明城北做手術 阿田, 我不希望你因為私人恩怨 而妄顧病人的權益 阿田, 你可否當胡子喬是一般的病人 跟我業情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看業理想多了 這兩年我處理的事太多了, 我很累 Mati請你進來明城北 我就覺得是我要退下來的時候 過兩天, 我會和Mati請辭 胡子喬的手術, 你寧情高明 你要怎樣才肯做這個手術 叫我離開明城北 何謂梓子喬的手術對你來說 真的這麼重要? 還是你答應了政府哪個高官 不可以讓他抓不到小提琴? 還是哪個局長? 還是哪個司長? 你別跟我說這些廢話 你心肢肚明在香港有多少個醫生 有把握做這個手術? 在香港可以做到這個手術的醫生 的確不多 新加坡的醫生, 她也是一個人選 要不需要幫你聯絡她? 這個手術不能拖手術 除了要在香港自主研發藥物 都會覺得是天荒夜譚 所以今天我請了一位業界的專家 去就我這份草案給一些意見 主席, 由於我這位專家不在香港 我要求在議事廳 跟他進行視像交流 我可以幫你安排 但我想你有必要 跟在座那麼多位議員 介紹一下你的嘉賓是誰 世衛副秘書長Dr. Arthur Richman 新加坡的藝術 歡迎, Dr. Richman 歡迎, Dr. Yip 和議員在法院議員 這位是 Dr. Arthur Richman 維新加坡的維新加坡 Dr. Richman 您可以把我的肌肉提供的評論嗎 我現在已經驚訝了 藥物開發的經濟經濟經濟 但現在香港正在進行 用新毒品給亞洲病毒 可想而知 要營運一間藥營中心所需的成本 絕對是天文數字 而香港政府每年給醫法局的經費 已經由43間高營醫院攤分了 我真的很有疑問 香港政府還會不會拿出更多的撥款 去營運一間藥營中心? 付出越大收穫才越大 是, 就經濟問題 我會和溫主席莊局長相談一閑 謝謝兩位的意見 以我所知, 藥營中心的用資安排 你們已經有了定案 你們打算在政府不需要撥款的情況下 會停止一間公營醫院的營運 43間的公營醫院 就變成42間的公營醫院 加一間藥營中心 怎麼樣? 沒這樣的事 White, 我希望你只是給一些不實的訊息誤導 而不是刻意製造恐慌 去捕捕Dr.葉和她的草案 Dr.葉, 我從來沒質疑過 你成立藥營中心的本意 不過如果你的草案通過 是會危害業界的同事 又或者病人的利益 我是會堅決反對 我這份草案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病人得到應有的藥物治療 我這份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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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不用了, 這是什麼人? 他媽媽有結腸癌, 我幫他做化療 剛好他兒子剛才說要我吃飯 我遇到你, 就說全醫院都知道 心胸肺方的主觀就是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不喜歡我和病人 甚至是病人的家嫂來往 給你一個辦法不要緊 多個體力也不錯 你當給別人機會, 給別人機會 你會自己吧 不, 我不喜歡和我沒興趣的人吃飯 不過如果是你的話, 我一定不介意 說笑的話真的要和宣誓學習 我不是說笑 怎麼了?你害怕嗎? 害怕什麼? 說笑的話, 你真的要學Vincent 不妨礙你了 怎麼樣?見完張桂芳 決定了什麼時候幫他療程嗎? 這裡是張桂芳一直以來的病資料 有, 他是檢驗報告和X光 我叫Randy, 姊姊Samuel 你沒建議病人做放射性治療嗎? 如果我主導不是唐明醫生的話 我會建議病人做電療 還有, 我幫你預約明天的加工 還有我最熟悉張桂芳的病情 我先加上加工 不行 不行 說笑而已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訂閱吧